前段时间范冰冰的弟弟,韩国归来帅气的颜值瞬间迷倒众人,范冰冰和弟弟之所以有这样的高颜值,主要还得来源于爸爸的优良基因。 12月19日范冰冰工作室晒出一组,范冰冰与爸爸范涛同台和唱功艺项目同名主席取的照片,冰冰一身美红色斗篷裙,勾勒柔美优雅身姿,蝴蝶结点缀精致动人。 而范爸爸则一身西装,高大帅气,妇女同台,根本看不出年龄差,范爸爸实在太年轻了。 早在2017年1月,范涛就与女儿范冰冰登上北京台春晚,首次同台现唱过。 2016年4月3日,范涛为电视剧《武神赵子龙》现唱片头曲子龙。 范涛曾经是海军航空兵文工团的歌手,所以唱起歌来自然是很专业, 再加上其帅气高大的外表,跟着女儿出道也未尝不可。 范冰冰爸爸,一眼看去还以为是范冰冰的哥哥呢? 妇女同台,手牵手献唱,网友评论道,为美兵疯狂打破传说中山梁美丽的公主, 这真的是一个爸爸吗?看上去顶多哥哥,范爸爸可以出道了? 哈哈范爸爸开眼角了吗? 范冰冰一身美红色斗篷裙,勾勒柔美优雅身姿, 蝴蝶节点精致动人,每个瞬间都触动心弦。 范冰冰与爸爸合照,真的以为是范冰冰的哥哥,真是高颜值的一家人。 在台下比爱心的范冰冰,还是一足既往的美。 范冰冰一身美红色斗篷裙,这样的美红色只有范冰冰能驾驭吧? 她穿出了仙女的感觉,36岁还活得和少女一样的范冰冰。 本文维税古版和原创文章,欢迎转发评论,欢迎关注本企的号,精彩仍在继续。 立明说娱乐为您制作分享,如果想看到更多的相关内容,请关注我们。 前段时间范冰冰的弟弟,韩国归来帅气的颜值瞬间迷倒众人。 范冰冰和弟弟之所以有这样的高颜值,主要还得来源于爸爸的优良基因。 12月19日,范冰冰工作室晒出一组范冰冰与爸爸范涛同台合唱公益项目同名主题曲的照片。 冰冰一身美红色斗篷裙,勾勒柔美优雅身姿,蝴蝶结点缀精致动人。 而范爸爸则一身西装,高大帅气,妇女同台,根本看不出年龄差。 范爸爸实在太年轻了,早在2017年1月,范涛九语女儿范冰冰登上北京台春晚,首次同台现唱过。 2016年4月3日,范涛为电视剧《武神赵子龙》现唱片头曲子龙。 范涛曾经是海军航空兵文工团的歌手,所以唱起歌来自然是很专业。 再加上其帅气高大的外表,跟着女儿出道也未尝不可。 范冰冰爸爸,一眼看去还以为是范冰冰的哥哥呢? 妇女同台,手牵手献唱,网友评论道,为美兵疯狂打破传说中善良美丽的公主,这真的是一个爸爸吗? 看上去顶多哥哥,范爸爸可以出道了,哈哈范爸爸开眼角了吗? 范冰冰一身美红色斗篷裙,勾勒柔美优雅身姿,蝴蝶结点精致动人。 每个瞬间都触动心弦,范冰冰与爸爸合照,真的以为是范冰冰的哥哥,真是高颜值的一家人。 在台下比爱心的范冰冰,还是一如既往的美,范冰冰一身美红色斗篷裙,这样的美红色只有范冰冰能驾驭吧? 他穿出了仙女的感觉,36岁还活得和少女一样的范冰冰。 本文维睡古板和原创文章,欢迎转发评论,欢迎关注本企业号,精彩正在继续。 立明说娱乐为您制作分享,如果想看到更多的相关内容,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